这次上海电影节上面林心如带着自己的最新电影魔轮 也是加入了宣传的阵营 外表甜美的心如姐姐 今年来为什么就偏爱惊悚片呢 来问问她 又是惊悚片又是林心如 前一部魔宫魅影五月才上映 后一个魔轮又紧接着而来了 不过林心如表示 这部惊悚片和以往有一点不太一样 暗藏玄机 其中有个转盘还把自己差点转晕过去了 预告片里面有绕圈圈那个转盘 那太不舒服了 很晕 很晕 然后又是在船上 然后她的越绕越快 然后我们是一边绕还得拼命地喊 然后所以又觉得整个都脑中心了 片中金矢家和林心如扮演了一对情侣 问及如何找到情侣的感觉的时候 金矢家面露难色呢 一批 不敢 为什么不敢 为什么不敢 对 明白的人都明白 虽然懂得人自然懂 但就像此前霍建华出席电影宣传的时候 没有提到恋情 默契的林心如也不愿意在工作场和宣品夺主 凡是提到的那个她 一律用一个谢谢以及迷之微笑结束对话 想问一下就是你拍的这个戏的过程那么辛苦 黄建华有没有觉得很心痛 谢谢啊 行了 在线上海采访不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